2021年9月9号 巴布亚大爱一村启用 印尼巴布亚省查亚普拉县圣塔尼区 2019年3月发生水灾与土石流 同年9月 此机印尼分会与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 结合国军及企业此季元界巴布亚大爱一村 三百户本日举行启用典礼 2019年9月9号 基因基幹细胞研制中心启用 花莲慈基院研究细胞治疗近20年 于2003年启用细胞研制中心 历经15年后重新规划再次启用 成立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解决病人的问题 把癌症变成一些 不会马上围及到他们生命的一种慢性力 甚至把他们治愈 基因微服不审核 可针对八种癌症第四期的患者进行细胞疗法 细胞制剂在花莲研制 照顾东部相亲患者权利 2019年9月9号 此季科大国际专班 此季科技大学与印尼金光集团合作 与行销与流通管理系成立印尼国际专班 由集团提供奖助学金 首招25名学生 校方另外资助两位名额 与印尼努鲁亚伊曼西金院学生 印尼的农业技术还没进步 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学习 这个部分可以提高印尼的农业质量 我爸爸我妈妈是农民 所以跟这个部分很适合的 此季科大也首创两年制日间部 长期照顾科菲律宾籍专班 第一届招收18人 学生大多来自菲律宾大爱村 我们希望延续当时他们在那边的善跟爱 然后到我们现在可以持续那个循环 那所以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就锁定了菲律宾 我可以继续读书 然后我可以帮助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我也可以帮其他人 2013年9月9号 三宝岩武装冲突救济 菲律宾三宝岩市 遭魔弱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分子攻击 占领部分村落 挟持民众 政府均进行封锁管制 大批民众逃往收容中心 避难 三宝岩齐立志工 展开援助行动为民众发放物资 议诊 9月的这一波武装冲突 志工会诊1500份物资 透过军方发放给流离失所的居民 也延续到11月的大米政绩 2000年9月9号人医年会台湾登场 国际慈祭人医会年会首度在台湾登场 来自全球12个国家355人与会 年会正式对外公布慈祭人医会团体之成立 并定案正式英文名称TEMA 2004年4月获颁医疗奉献团体奖 殊荣归全球人医会共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